這次和大家分享的是Hydrogen bond的Formation 不少同學都應該知道 Molecule如果支住Nitrogen,Oxygen,Furine的時候 當它們身上扭著Hydrogen atom 它們就構成了Hydrogen bond的條件 但如果你只拿著這個條件 進入去學AllChem的話 你會發覺有些流氓之餘是數不到出來的 什麼流氓之餘呢? 就是有些Organic molecule 雖然滿足不了剛才所說的條件 但是它們有能力同島水formHydrogen bond 為什麼會出現這個流氓之餘呢? 就是因為大家只是觸條件 但是沒有理解背後原理 今堂就跟大家講講背後原理 只要你理解了Hydrogen bond的Formation 那個Basic Principle 你自自然可以完全解決我剛才所說的所有情況 我們先用簡單的例子打好底線 剛才提及過 如果Molecule身上有NHOH或HF的時候 它們的Bonding是非常Polarized的 而一個Molecule身上如果有這些Bonding的時候 基本上它的形狀上面 都可以令到它們的Bond Polarity 或者Diple Moment 是不能夠互相Cancel out的 所以整個Molecule就非常Polarized 從而就令到Molecule和Molecule之間 那個Interaction非常之強 稱之為Hydrogen bond 但是當我們真是去理解背後原理的時候 就不能夠只講條件有NH或OH算數 我們以水作為例子 水的形態就會是Reshifted 然後因為Oxygen 它的Elatron negativity非常之高 所以就會搶到Hydrogen是沒有什麼電子 所以形成了它會有Highly Partial Positive的特性 而Oxygen呢 就有Highly Partial Negative的特性 當然是說的是Oxygen身上的None Pair Elatron 當它遇到另一個Water Molecule的時候 它又有一對None Pair 兩對None Pair 然後也因為相同的原因 這一對的None Pair是非常Partial Negative Hydrogen是非常Partial Positive 這一個極端正、極端負 它們之間是走在一起的時候 中間的就將會是我們的Hydrogen bond 你剛才都應該聽到我說 極端正、極端負 極端正、極端負就是Hydrogen bond的背後原理 其實這個世界裡面 極大部份的attractive force 都是由政府之間所引起 這個是很合情合理的 只要任何的條件下 令到它變得非常極端的話 中間的interaction就會變得很強 而剛巧就這麼巧 NOF就是一些非常Partial Negative的atom 所以當它們黏住了一個 不算太過Partial Negative的Hydrogen的時候 就可以創造了一個極端正、極端負的條件 簡單說一句 所謂的有NHOHF 就能夠form到Hydrogen bond 只不過是幫我們快速地去講出 有極端正、極端負的條件 這個出現的背後原理 好了 然後剛才我講過 在ORCAM裡面 你會見到一些Molecule 是沒有NHOHF 但是能夠同倒水form Hydrogen bond 其實我們可以舉一個最簡單的例子 就是Methanel Methanel的結構就是這樣的一款 你看它的結構上面 你會發現它的Oxygen是沒有支出Hydrogen atom的 但是它是有能力同倒水去form Hydrogen bond 首先你問自己一個問題 兩秒鐘時間 到底這個Molecule身上 會不會找到一些極端正、極端負的情況呢? 如果你是真的有心機聽我剛才說的話 應該就會發現這個Oxygen身上的Long Pair 就是一個極端負的情況 原因就是因為Oxygen 它是一個highly illatronegative atom 但是它有沒有極端正的情況呢? 就沒有的 因為在它身上那兩個Hydrogen atom 就不是directly bonded to NOF 是 bonded to carbon atom 所以它沒有極端正 因此這個Methanel 是不能夠自己和自己form到Hydrogen bond 但是當如果有個水在它身邊的時候 你有沒有發覺 其實這個Water molecule 因為這個Oxygen 非常之partial negative 是會令到這個Hydrogen becomes highly partial positive 那就能夠創造了一個極端正的情況出來 而這個極端正的H 和這個Methanel身上的極端負的Oxygen atom 中間的就將會是我們的Hydrogen bond 正因為兩者能夠form到Hydrogen bond 兩個很親近 所以Methanel是能夠溶於水的 這個就是它的背後原理 我稍後會再跟大家講一個例子 這個例子是更加極端的 如果大家覺得我的短片是有幫助的話 先買個廣告 大家可以訂閱我的頻道 介紹給朋友看 又或者按鈴鐺 你就不會收到任何的短片 另外Follow我Instagram的帳戶 難道我們都會有些Giveaway給大家的 另外如果覺得我的短片很有幫助的話 想讓我長補 當然可以用我的Online course的一個功能 這個Online course的功能 之前都跟大家講過 我的短片是可以讓大家重溫到DSE考完之前 亦都可以無限問書 亦都有些test去Follow大家的progress Anyway 我們先講這個hydrogen bond formation 我們還有一個特別的例子 我想偶爾有些同學在學校都聽過老師說過 就是Tricoromythin-Colophon-Golophon Golophon的結構是這樣的 OK 又再次給大家想一想 到底這個結構裡面 會不會有極端症或者極端負的情況呢 如果你是很細心地去看 它們每一隻東西的Elatronic activity 都應該知道 作為Group Seven的Coreane 雖然它不是Elatronic的那些atoms 但是它也挺厲害的 正因為有三個Coreane 我們廣東話也有句話 叫做什麼 三個臭皮像性的諸葛亮 它這三隻東西都不算太厲害 但是呢 因為有三顆不太厲害的東西聚在一起 黏在同一個carbon atom上面 所以就會不斷不斷地向著carbon搶電子 而carbon的Elatronic activity 又這麼巧 比起hydrogen 環繞高一點 所以所有電子都是向著hydrogen搶電 所以在結構上面 這個hydrogen 就是我們的極端症情況 Coreane的個別三顆atoms 它不算是非常負 是配合三個很負地去扯到H變得極正 三顆Coreane一起是極負 但是我們個別一顆一顆看的時候 它不算很負 所以這個Coreane 它自己和自己能不能構成hydrogen bond 是不能夠的 因為只有極端症 但是當它遇到一個Water molecule的時候 Water molecule身上的Oxygen atom 它對Lone Pair Elatron是極端負的 兩者之間就能夠構成hydrogen bond 所以Coreane就能夠溶到在水裡 明白嗎 記住了 我們學hydrogen bond的時候 就不應該死背說有NHOH就算數的 我們應該要理解背後的原理 只不過是一個非常極端的政府之間的吸引 相信看到這裡 大家都應該了解到hydrogen bond的背後原理 我們下次的sharing再見 拜拜